急診的時候 那個醫師說這個藥差鼻尾管 我就怕去等啊 然後醫生又講說 如果鼻尾管又沒有通的話就要開刀 在過年之後呢 我有重感冒 一個星期然後咳嗽咳得很厲害 一個星期就好了 但是那並沒有什麼大礙 但是大家都那個 大陸媒體好像太誇張了吧 講得太誇張了 其實我人是蠻健康的 那本事前那時候就是有想到說 你好像就是獨屠的那個狀況 那那個是因可能是因為我那個場主塞對不對 沾黏然後在醫院啊 他打太多的抗生疏 那造成的 就是只有那一次沒有上來那一次最嚴重 對就那一次最嚴重而已 就是取消產的那個 對對對對對 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你幾乎四個月沒有露面 對啊 然後本事都很擔心 真的喔 對啊 謝謝大家的關心 真的 會覺得有睡好嗎 都有 我只要有工作 我一定會生活比較規律 我這個人是這樣 有時候會偷懶的給你兩天這樣 去玩 玩樂 他經過這樣 然後 一有工作 一有工作的話 我一定自己會 把他很規律的 生活這樣子 因為你如果不規律的話 你單體的用力就不夠好 然後臉色也不夠好 這樣不行 我們一定要尊重我們的工作 但是我在過年前那一段期間呢 就是有一段時間 我都是坐在沙發上看影片 我喜歡看Netflix的影片 然後 一直坐著沙發看影片 然後一邊吃東西這樣子 所以這個坐著喔 就是腸子喔 就那個 擠在一起 而且我喜歡吃麵包 喔 那麵包會發酵嘛 那發酵 然後他就 他就 黏 沾 就引起沾黏這樣子 這是這樣引起的 所以那次我會 會 住院 我也真的嚇一跳 很嚴重 那是很嚴重 還好 運氣很好 就是說 快樂是不是打下去之後 可是今天早上我就 那個腸就通了 然後 然後 白血球的指數從2萬5 降到9000多 他高標是1萬 所以我隔天早上就 X2排完之後就好了 然後我就很放心了 但是 發現指數還沒有降下來 就這樣 那時候有 很擔心嗎 有很擔心喔 人生跑馬單有在跑嗎 那個 那個時候那個 就是說 我去 去那個 急診的時候 那個意思說 這個藥差鼻會短 我就 我就怕那個蛋啊 我就很怕了 然後 醫生又講說 如果 余衛管又沒有通的話 就要開刀